花友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这个柱子花是一种采来感非常强的植物 我们往往是还未见其身,鲜闻其味 因为它的香气实在是难以让人忽视 每次柱子花生开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浓郁的香气 只要养好了,它的叶色翠绿,花色洁白 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有很多不了解柱子花习性的花友 经常会一不小心就把它给养褂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该怎么养殖枝子花 以及枝子花不开花或者是开花少的原因 到最后,我再讲一下枝子花牵插的方法 首先,咱们先讲一下盆土 枝子花对土壤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因为枝子花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平时又比较洗水,但是不能积水 我们可以用泥碳土,辅液土,加田园土 再加少量的河沙来进行配置 比例是河沙一份,其他的机制各三份 下面再来讲一下浇水 质子花喜欢湿润的养殖环境 在春秋季节,每两到三天就需要给它浇一次透水 在夏天温度过高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需要给它浇水 在冬季就需要给它适当的控水 掌握不干不浇的原则,否则很容易落根 在北方的水大部分都属于弱碱性 最好是每隔二十天到一个月的时间 给它浇一次千分之一的硫酸亚皮溶液 因为枝子花不仅喜欢刷性的土壤 而且必须定期的给它补充铁元素 否则它的叶片就比较容易发黄,甚至脱落 如果是使用热来水浇花的话 最好把它放置两到三天的时间 让它里面的氯气挥发一下,再使用最好 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下光照 枝子花比较喜欢充足的光照 除去夏天高温的那些时段 在其他的三个季节 给它充足的光照有利于它的生长 夏天炎热的时间需要给它遮阴 如果是光照不足 它开的花就会特别的少 下面再来讲一下施肥 枝子花如果光照充足 水肥干得上 它的花期会非常的长 花量也是很大 它洗肥,但是不耐浓肥 所以我喜欢给它使用水溶性的肥料 比如在平时我给它使用花兜兜一号 在催花时和花期使用花兜兜二号和零酸二清甲 这三种肥料也可以轮流交替使用 有很多花有夹里的枝子花开花少或者是不开花 也有的出现落花凋雷的现象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般就是盆土板结 光照不足 零减肥没有及时的跟上 再就是盆土呈偏碱性也是不容易开花的 最后我再来讲一下枝子花扦插的方法 枝子花扦插最好的时间是在五到六月份 在南方地区三月份也可以进行 可以选取健康没有病成害半木之花的枝条 找一个泡沫中间打孔 再找一个不露水的容器里面加水 然后把枝子花的枝条沾生根水 晾干以后插在泡沫上面 直接把它丢在这个水里面就可以了 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慢慢的生根 等它的根系长多一点 老一点 变黄了 就可以上盆了 使用这个方法扦插比较简单 省事 对扦插感兴趣的花友也可以试一下 好了 今天有关于智子花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蛋 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花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